詐騙案猖獗 中木檢警室宣布破獲了柬埔寨的人蛇集團 他們吸收了白牌車的司機 提供辦理護照 偽造小黃卡等一條龍的服務 一共是有二十位臺灣人受騙 被誘騙送出國 而南部警方是偵破了求職詐騙集團 有近百人受害 而且受騙的金額就將近一億元 穿著白色上衣的朱姓人蛇集團幹部 以及淺藍色衣服的靈性司機 全被警方移送法辦 這個人蛇集團在柬埔寨成立公司 以辦理貸款或假交往等方式 招募臺灣人前往柬埔寨 甚至吸收白牌車司機 負責安排住宿 辦護照 偽造疫苗小黃卡 與接送搭機出境的一條龍服務 調查發現今年六到八月 已成功載送二十位被害人出國 那確認出關到達柬埔寨以後 每一位招詐騙的民眾 那這個朱姓男子等人 可以獲得三千塊的美金 後續我們會再持續清查共犯以及被害者的人數 朱姓祖賢已被台中地院裁定積壓 行政院表示 已組成跨部會救援專案 目前偵破人口販運五十三件 四十三人裁定收押 並協助一百五十一人返國 還有一百零三件正有各地檢署指揮正辦中 刑事局也偵破求職詐騙集團 他們陳租南部透天措作為水房 在臉書社團貼文徵財 應徵者上門就控制行動逼迫交出存折提款卡 還要求簽下本票與器官捐贈同意書 另外集團也以假投資名義 誘騙受害人投入大筆金錢 警方將17名詐騙集團成員移送橋頭及新竹地檢署偵辦 其中劉姓嫌犯等六人被法院裁定羈押 檢警正向上溯源要揪出幕後金流 記者 明封鵬安群 綜合報導